暑假来了天气真的好热好热 大小朋友全都泡在水里玩得不亦乐乎 花联知名的细水乐园 每年都有超过十万民众入园游玩 除了滑水道飘飘河等设施以外 今年还特别增加互动泡沫机 持续打造多元趣味的细水乐园 可爱布偶台上热舞 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 六号上午在路野高台正式热闹开幕 现场有来自各国二十一颗造型热气球 吸引超过一万五千名大小朋友 玩得开心也要注意防晒 六号是二十四节气的小暑天气高温炎热 中央气象鼠已经针对台北市等十三个县市 发布高温资讯 午后嘉义以南以及其他山区 则是容易出现短暂雷震雨 根据国舰署资料显示 民众服用部分药物也要特别注意 可能会影响排汗功能或是增加热能 例如致鼻塞用的麻黄素会造成血管收缩 减少皮肤血液流量导致散热减低 另外感冒或过敏服用的抗组织胺 也会影响排汗 此外其余这十六种药物也会增加热伤害风险 民众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措施 并且多补充水分 现在新闻旅渊王后院黄世涵 欢迎来台东强报导